哎呀小白 你怎么又玩耍听了你 玩会怎么啦 在家多无聊 这手里有辐射 这孩子不好 你现在还在那里头 你可千万要注意自己身体 哎呀我知道了 你这一天都说八百遍了 那说八百遍你还不听呢 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没事 行啊 这马上中了 你想吃什么呀 我给你做 吃什么呀 要不 做个红烧排骨吧 好久没吃排骨了 排骨啊 行 嗯 我给你做 不过家里也没排骨了 我得去买 那你去呗 行那我去了啊 别再玩手机了 知道了 儿子 哎妈 给啥去啊 妈 这不是小朋友 吃那个排骨了吗 我去跟他买点 哎呀 买什么排骨啊 这排骨多贵呀啊 买鱼吧 这买鱼啊 给它熬鱼汤 这对孩子呀 脑力发的就好 买鱼啊 小白 行吗 那妈说买鱼 那去买鱼呗 行 那你再等着吧 我去买 行 行 妈走了啊 买个大鱼了啊 嗯 吃鱼好 吃鱼啊 对小孩这里发鱼 叫这小孩收拾来啊 聪明啊 哎呀 真好啊 检查了吗 这男孩的女孩呀 妈 这男孩女孩 反正都是给小白 我们的第一胎 不管男孩女孩 我们都喜欢 简不简查 再说了 人家医生也不给说呀 小白 你说这话呀 我得跟你说两句了 这男孩女孩能一样吗 那男孩啊 他是贵我们家 传宠接代的人 这女孩 养得再好 长大了 也是要嫁人的呀 再说了 我们家 一定期待单传了 你现在 必须得过 生个大孙子 你要生个孙女 那我都没面子呀 妈 生男生女 也不是我说的孙 你如果想要大孙子 也可以啊 我们生完这一胎 反正给小白 我们俩还年轻 我们可以再生个二胎的 那能一样吗 你没听人家说吗 这第一胎呀 必须生个大孙子 找门子 找门孙 我告诉你啊 如果 生个大胖孙子的话呀 给你十万块钱 如果生个女孩的话呀 那就 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就要和我儿子离婚 妈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这生孩子 这是由我做主的吗 这生男孩女孩 你也不能让我 跟小白离婚吗 就算我生的是个女儿 那就不是你儿子的孩子了 你怎么能让我们离婚呢 那我不管 这一胎呀 必须是大孙子 真是无理取闹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婆婆 姐呢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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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怎么了 鱼鱼你买回来了 有肉给你做 不想吃了 没问题 那谁是让你来呀 你妈还能有谁呀 这你刚刚走了之后 你知道你妈给我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 你妈说 如果我生个大孙子的话 她就给我十万块钱 如果生个女儿的话 就让咱们俩离婚 这谁呀 这不挺好的吗 到时候咱妈还给她十万呢 你只想着那十万块钱 你没想过 万一是个女人呢 小白 你别瞎说 怎么可能是女人呢 一定是个儿子 我真没想到 你和你妈是一个等性 懒得跟你说 我说有说吗你 你看她不高兴了 这鱼给你买回来 你吃不吃啊 不吃也吃啊 我给你做去 妈 儿子 妈 我看看呀 来来来来 快点 来来来 你看我看看我儿子 你这大胖孙子呀 我看看 你看看多好啊 你看 老师像你 是啊 白白胖胖的 真帅 你这孩子叫什么爸爸呀 还早上呢 别这么着急 真可怕 孩子我也生了 你也该对签你当车诺言了吧 啊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妈 谢谢你啊 哎呀 太好了 有这十万块钱呢 我就把我的车给换了 你都不知道那个车 我开多少年了 小胡呢 干嘛呀 这十万块钱是妈给我生孩子的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飞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咱们是夫妻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分那么亲干嘛呀 儿子 你也别争了 这十万块钱呀 本身都是人家小飞 说那么大的苦 才挣来的啊 别跟他争了 嘿嘿 听到了吧 这妈说了 这个钱是给我的 行行行 放你那行了吧 至于吗 这生一个男孩 这十万块钱 你也兑现了 这我也该兑现我的诺言了 这生了个女孩 你不说吗 就让我和小白离婚 哎呀 不小飞 离什么婚呀 这现在不是有儿子了吗 你是我们家大公尺 我想感谢你呢 不离婚啊 就是这样小飞 你这发什么时间呢 这好好的离什么婚呀 好好的离什么婚 我问你 自从生下了这个孩子 你看过这个女孩一眼吗 你满眼里都是你的儿子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女孩 既然你们都不喜欢她 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家里边 小白 哪有不喜欢 我也不挺喜欢女儿呢 来你帮我抱她 行了吗你 你就算抱她 你也不是真心实意的 小白 我看出来了 你们这个家 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了 所以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在这种不健康的家庭里边长大 我要决定 和你必须离婚 小白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你非要离婚也行 不过呢 这孩子 男孩儿归我们 就是 离婚 这男孩儿必须给我留下 这女孩子呀 你就带走吧 我们不要 你们俩可真搞笑呀 男孩儿给你们留下 你们懂不懂法律呀 如果我要和你离婚的话 这孩子在哺乳期 这孩子都要判给女方的 小白那不理 离正了婚 以后我也好好对孩子 行不行 行了吧 小白 因为这件事我也看清楚了 你呀就是一个妈宝男 你妈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人 会对我们娘三个好吗 你这样的人根本就靠不住 所以呀 我要把孩子带走 一定要和你离婚 我要让孩子远离像你们这种人 小白 你别这样行不行 我这次知道错了 你再过一的机会吧 知道错也晚了 你呀 就守着你妈过一辈子吧 你就不适合结婚 你呀 就别再祸害任何人 小白 小白 这是我们的大筷子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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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不断怨你吗 你说你说说主意 可拿人给十万 女孩就理贵 现在好了吗 那你怪我妈 谁让她双个双胞胎呀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你要不是出这个主意 这也不至于这样啊 儿子 现在说这也有什么用啊 小白 咱们去找小白 陪你道歉啊 走走走 什么跟你说